尽管泰国看守政府已获得选举委员会批准 从中央财政预算中拨出200亿泰铢来偿还稻农欠款 但部分稻农表示仍会继续在曼谷示威 泰国农民网络组织领袖拉伟5号称 这笔钱是用来支付去年10月至11月卖稻米给政府的农民的 在那之后卖米的稻农还未拿到欠款 他表示如果看守政府因权利受限而无法获得更多钱来偿还欠款 那他就应该下台 他还表示盗农将继续在泰国商务部办公楼外集会示威 直到他们获得所有欠款为止 据悉泰国农民网络组织7号将对看守总理英拉 和所有负责大米收购计划的部长 向泰国刑事侦察局提出投诉 但另一农民组织协会领袖维谦表示 该组织对选举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满意 没有出事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报道